陳幣霞 把握三分鐘 大家好 我是 我不大會講話 但是我是講實話 因為廣直博愛院 沒有說看到地就一直漸漸漸 廣直博愛院是一個斷層 地層不穩的地段 那99年的時候 博德開發公司在院內 在車廚就欽足路的時候 就是靠近大大路邊 就是要見30幾層樓的那個地方 在做那個車廚的 就建築物地上動作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家裡 就搖晃得很厲害 建築搖晃得很厲害 震動得非常厲害 我就去看茶區 我以為是那個光譽在興建 可是那天他是沒有施工 那我住家又離那邊有一段距離 我是講真的 我很害怕就過了馬路 為什麼會搖晃這麼厲害 因為看不到 然後在說明會的時候 我提出問題 社會局就是那個 社會局的官員好像是副局長吧 他就一個女的 他馬上說沒問題 不是說你沒問題就沒問題 應該要請第三者信任的 資深的地質地震的專家 公布他們的名字 一起來賺個調查 也可以到現場用挖土去挖一挖 然後到我家裡來 我跟你講 柳光國中在三十年前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深地 我在這邊長大的 因為土石流 那把那個瓶 把那個瓶就變平 然後又建一個柳光國中 在福德街八十四巷 或者福德街上面延伸 有一個台北林務儀石 石流潛世的溪流 九十五年的時候 市政府曾在將三百一十一人 車廚搬遷 市收山 是一個梅礦的開花地 有梅坑 有梅礦的紮穴 說地層很不穩 以前整個廣實驗都行 然後 然後 我們就一件事 這不宜倉促的開花 真的我很無助 我希望大家注重這個問題 我喜歡平安 或者 以大家的利益為 你要一天放 我們在狂房中 真的王子是這樣的 因為你們看不上 不要說沒問題就沒問題 要請一些專家來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下面